我身边这辆就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的 AURA 07 它的价格大概是 18 万令吉到 20 万令吉左右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找来了跟它价钱很接近的对手 Tesla的 Model 3 而且车主也有在场 我们先请 Avangan 入场 哈喽 大家好 OK 我是 Avangan So Ivan 我们要做什么今天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Tesla Model 3 对比这个AURA 07 AURA 07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OK Avangan 车主要是 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 Avangan 的设计 所以如果是 Avangan 的话 两辆车外观你会觉得你喜欢哪一辆 但根据啊 其实有 它能赢得赢 有它能赢得赢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整个套件来看 我觉得 Tesla Model 3 虽然是简单 但它比较OK 对 好看 但一个利益我都有来讲 For the Aura 07 它有它的 Spoiler 然后有 Additive 它的 Spoiler 自己会起来的 所以那个比较Win 一点 but overall 我觉得啦 我还比较喜欢 Tesla Model 3 的设计 其实我赞同你 我昨天自己研究了很久 我发现到如果是你喜欢那种 Simple Design 耐看了 Motor 3 会好看 对 如果你要特别的话就是 07 因为 design is very subjective 对 我看漂亮啦 看不漂亮啦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谁对 没有谁说错的 所以是 depend on your 你怎样看咯 对咯 不过讲真的咯 我刚才驾这辆车过来这边 一路上有人看我有人拍照 当然咯 其实很爽一下 人家不能看车里看咯 有啦 因为色彩也是个眼影啦 因为它的色彩比较特别 这个什么颜色 Purple Color 啊 你看 其实在外面看到Purple Color 很少咧 还是没有咧 基本上很少 基本上很少 所以可能它的 design 比较不一样 人家看到 诶 它的 logo 诶 这样可爱 有一点可爱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正常了 之前刚刚进的时候 OK 也许是一个战略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正常了 这个 如果你问我的话 在路上看到两个 我当然会看这个的 其实我要知道 诶 这个是什么来的 诶 为什么它的 design 这样可爱的啊 所以你出来咯 第二点 我们就来讲它的 interior design 讲真的咯 很多人讲 这辆车的 interior 有点像Panamera 你怎样看 有 特别在它的中间 有 因为它是旁边咯 有一点像 有Porsche feel 但是我觉得外观比较像 Evan 我觉得外观比较像 Panamera 跟 In Term of the Bentley 也是有咯 好像在斜看咯 好像看Bentley 在中间 你看到 车头是Panamera 对 车头也是Continental GT 对 所以我觉得外观比较像 但是里面有像 特别在它的中间那边 对的 其实这辆车 如果是讲我自己做study 我尊重了很多study 如果是Motor 3来讲 Motor 3是比较简单 嗯哼 它就是那个大萤幕 然后很简单 然后还有那个Ambient Light 对 看了很舒服 OK 然后这个看了好像很豪华这样 OK 可是它的设计就比较复杂一点 是不是 其实不是简单 超简单 超简单 因为它只靠一个车 它没有设计 但如果你问我来讲 如果我们 100%里面 50% 50%人家喜欢这样 因为是minimalist 50%人家不喜欢这样 因为它没有设计 没有设计 又没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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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 那个batang 全部都没有 所以比较快一点 但如果你的比较像 一般车 就是ICE 所以如果从ICE 跑到EV 尤其是这个 它们不觉得奇怪 但如果它们跑到Tesla 100% 不一样 不习惯 对 因为我通常还是不习惯 没有设计 又空空 又摄计 全部屏幕 全部屏幕 所以 比较不习惯 其实 你这比较像普通的车 其实你在驾的时候 你还可以感觉到 这个是什么 但你这个没有 你眼睛 一定要看屏幕 你还要知道 on the physical touch 我觉得不能 所以你问我的话 Depend 头头我也是不习惯的 so after that 我用了过后几个月 我就讲 ok吗 因为我比较喜欢 minimalist 我不喜欢 complicated 但如果你问我 in terms of the touch 跟有button的 我比较 prefer button 你还是比较 prefer button 跟我一样 真的 我是比较 prefer button 但是 Tesla就是那种 适合喜欢那种 Gadget的人 Tesla不是车 Gadget It's a gadget 对的 所以讲 It depends 看个人 我觉得 如果我的话 我比较 prefer button 我是比较喜欢 model 3 的 interior design 对 因为很simple 真的看了很舒服 但是如果是 material quality 第一来讲 灵气好很多 maybe 也许是它的carpet 对它的carpet 很厚啊 它的carpet很厚 真的它的猫真的厚 很像人家放在那种客厅的carpet 对 灵气跟Tesla modality 的话 我觉得 你的比较 a bit high end 我觉得 in terms of the material a bit high end ok 但是其实就是 如果喜欢gadget的 就是model 3 咯 对 如果是比较喜欢一般车的 design 就是aura 对的 ok 明白 最后一个要compare的点 就是在它的续航 跟 叫做动力的部分 ok 我先问你一下啦 你驾电动车 你会不会担心那个range不够 其实哦 你问我 before我 有EV车哦 我会介意在 push 0-100 maybe 3.8-3.9 tot speed 220-230 for example but after 用的话我记得哦 我不介意那个东西 都没有用到 0-100我不介意 啊 top speed 多少我不介意 我是只介意 range可以跑多少啊 可以跑400啊 阿拉嘛 400 所以我问我的话 我需要在一个EV车 是它的range 其实我们不在乎 0-200 因为 你只是用0-200 对 你叫你的朋友来啊 你叫你的阿姨来啊 要 blakar叫什么啊 blakar 啊 耗练啊 要耗练 zoop 哇 but at the end 我们不需要 因为如果你在highway的话 有什么东西 可能是Myvi来追你 可能会跑 ok啦 我可以给你玩 大概2-5分钟左右吧 玩了5分钟 我不要给你玩了 我一定会坐在旁边里面 我不赶时间 我一定会给你玩的 我赶时间 我还要下电池 我一定会在旁边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不注重 but range range 最重要的 真的真的真的 不过这样这辆车 应该都可以满足你哦 我觉得Levy Courant一样是吗 因为这辆车WLTP的话 它是629km 对的 然后这辆车WLTP的话是600km 如果是NEDC的话是630km 所以我觉得Tumbo在600km的 range 应该都供你用了 其实虽然我们讲630km 还是600km 你们也是要知道 因为你们也是要知道的 其实 其实 不是讲630km 你一定拿630km的 对 其实如果问我 我会-10%的 我会-大概10% 然后全部也是靠你自己 的脚 对 靠你的脚 你不要拉整个衣橱 你放在车里面 再来再去 所以of course 会吃 其实它的概念是一样的 电池跟 油车 其实是一样的 你不要踩它 它就可以省油 对的 对的 不过两个里面是比较 一样的吗 它们的range差不多 这个 这一个应该是6秒多 因为这个它是 Single Motor 你那个是Dol Motor 如果是Motor 3 Dol Motor Long Range 它的0-100km是4.2秒 对的 这个是6.多秒 因为它马力比较低 因为大概在201hp 然后340Nm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ok 其实我不care 我不care 我不要care 的啦 对 我跟你一样 其实我比较care的是range 好像这辆车我驾了两天 这样子嘛 然后我们都是City Drive多 它给我的时候98% 然后我刚才来到这边 我有lap一下 现在还有86%左右 其实ok一下 对 对 其实per% 我觉得跑6-7公里左右 嗯 这样子充电速度 你care ok 那个care 那个care 我觉得这个可以 支撑到DC250 250 你这个到88% 没有错吧 然后AC 这个onboard 可以进11 你这个也是11 好像是11 好 okokok 你问我啊 我care ok 是因为如果 你真的出远门 你要充电的时候 对 越快越好啦 对的 ok啦今天就是我们 这个影片的内容 其实我们做这个对比呢 不是讲 Ola 0旗比较好 还是Tesla model旗比较好 嗯 最主要的点就是在于 今天你买车 你要懂自己要什么 对 最适合你的车 才是好车 对的 人家讲哦 这辆车不好啦 这个车不好啦 其实没有用的 其实我没有驾这辆车啦 你驾了其实讲好驾嘛 坦白讲啊好驾嘛 我讲老实话 很好驾 它超过我的义气 哦 因为我以为这辆车可能 因为通常电动车 就比较soft 比较硬啊 对 但是我驾这辆车的时候 我昨天从跑Max Highway的时候 我有surprise到 蛤 它的底盘其实ok一下 哦 它的底盘的刚性很好 它的suspension hold得住 ok 当然讲 可能它要去跟Model 3 或者跟海豹比的话 因为海豹是Performance 车嘛 对啊 然后Model 3 已经Facestep了 刚刚去重新 triving它的suspension 对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别 不远 ok 我这样子讲啦 如果我给分哦 still可能我会给90分 ok Model 3 我可能给85分 ok 这辆最少都有80分 ok 你看好像差很远是不是 alright 其实它们都是A了 ok 这辆车真的是好的 我不是因为讲 今天我怕得罪他们啊 我讲啊 我现在讲到这样 我真的觉得它很好开 而且我会建议 各位如果是讲这辆车 Longing 之后 有兴趣哦 真的要去试一下 你试一下你会知道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的 ok 这样我也是要试咧 是 所以其实我也是同意 你讲的我同意 因为我已经驾了seal 我觉得 虽然我是 Model 3 但是这不是完美的 你给分 可能是90分 这个85分 我赞成 我赞成 真的我赞成 其实问我的话 seal比较好驾 其实 每个人一样的嘛 如果我这样一讲 可能会讲 啊这样这样这样 其实很依靠 有些人讲 他比较喜欢那个品牌 他会讲那个好 但是 我们驾了这样多车 EV 我介绍了 我们驾了几十辆车 几十辆真的 所以我觉得seal跟这个 我觉得seal比较好驾 真的真的 seal比较好驾一点点 真的 Sony讲哦 虽然是他的分数 90分 85分 但是他也是 Include在A的 对 就是好得了的 对的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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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试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这样他们安排给你 可以没有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 这期简单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给我们知道啦 然后记得影片结束之前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顺便follow一下 Avangun的频道 记得啦 Avangun还有Pandu Raju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影片内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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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